我們看到這個題目 若θ大於2分3π 小於2π 且cos2θ是等於18分17 求tangentθ之值 那麼首先 θ是大於2分3π 小於2π 所以呢θ是落在第四項線 那麼θ在第四項線 這cosθ是正的 那麼在這裡我們使用cos的二倍角公式 cos2θ 這是2乘以cosθ的平方 再減1 那麼這是等於18分17 所以呢把1移向過來 那麼2乘以cosθ的平方 這是等於1加上18分17 所以呢這是18分之35 好 那麼兩邊同除以2 我們得到cosθ的平方 這是等於36分之35 所以呢兩邊開根號 我們得到cosθ 這是等於 我們已知cosθ是正的 所以呢這裡我們就直接取正號 那麼這是根號 這是36分之35 所以呢是等於6分之根號35 好 那麼cosθ是R分之X 所以呢在這裡我們取 這R是等於6 那x呢是等於根號35 這時候y平方是等於R平方 這36 然後減掉x平方 這是35 所以呢算出這是等於1 好 但這時候θ是在第四項線 那麼y坐標是負的 所以呢y平方是等於1 那麼我們就得到 這時候我們要取y 是等於-1 好 所以呢我們要求tangentθ是值 那麼tangentθ是等於x分之y 因此呢帶進來x座標 這個是根號35 那y座標這時候是-1 所以呢我們答案 這等於x的根號35分之1 這個答案 那如果要把分母有理的話 我們分子分母同乘以根號35 那麼可以寫成這是-35分之根號35 這個答案